最後兩個警員初步確診新型肺炎 警方深夜出稿 一個駐守牛途各分區的23歲軍裝巡邏警員初步確診 他的家人昨天也是初步確診 那個警員測試之後也呈陽症反應 當局說他與公眾接觸期間有戴口罩 最後一天上班是星期一 而另一個26歲的女警員也是初步確診 他駐守東九龍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 上個星期五不舒服 星期六最後一天上班 曾經與一個社區組織開會期間全程戴口罩 他星期日求醫去到星期二初步確診